女嘉宾人 女士23岁 来自辽宁 声乐老师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小片里我听到了一个信息 认识很多年了 是吧 有多少年啊 大概有七年了吧 这样 我们两个是初中认识的 真正开始好识从大学 我就去天津上大学 她去海南上学 就从你们俩开始谈恋爱 你们就天各一方 对 对 对 后来怎么又好到一起了呢 她上完大学之后就回来了嘛 回来了之后 我就开始接触她的家人 但接触完之后就是 她的家人当时有一点点 小小的矛盾 我可能就老跟她妈妈聊天 就比较向着她妈妈 就等于说闹得就是 她爸爸最后不是很喜欢我 你跟她父亲有什么样的冲突呢 最大的冲突冲突到什么程度了呢 是这样 她爸爸说 如果她要是再跟我好下去的话 她就跟她断绝父子关系 怎么到这个程度呢 当时我父母闹矛盾闹得挺厉害的 然后她总是站在我妈这边 然后我爸就觉得她是一外人 然后来掺和我家的事就这么着 但是我的想法就是 这件事也不关她的事 我爸说那种话 我还是就是想 就是慢慢就是劝和我爸那边 慢慢接受她这种 因为当时她可能也没经历过这种事情 就是怕我太难做 她就跟我提出分手 分了吗 分了 分了多久啊 分了几个月吧 后来就是互相还有对方 就慢慢就又好了 又好了 对 你父亲那边就没什么事了吧 就是没有那么大反应了 也算慢慢默认了吧 因为我是一直比较喜欢她的 那不就行了吗 是 但是这一次就是和好之后 我才知道 她在跟我分开的这段时间里 就又交往了一个女朋友 在我心里 这感觉有一点点是精神出轨 就是在你们分手之后 她又交往了一个女朋友 对 过不去这坎是吗 就心里有一根刺板 我就感觉就是她可能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爱我啊什么的 所以才会说 跟我分手了之后 就立刻就找了个新的女朋友 但是说后来我们也和好了嘛 和好了之后呢 就是一件小事 她有一天 就是拿回来一个电脑键盘 她所有的工资 其实是给我的 是她主动交给我的 然后她拿回来一个电脑键盘 跟我说是她朋友送给她的 当时那个电脑键盘应该是七八百块吧 我后来发现 她是跟那个哥们连起伙来骗我 其实这个键盘就是她自己买的 但是您也知道 她所有的钱都是给了我 那她这电脑键盘是怎么买的呢 我就很不能理解 怎么买的 就是省吃俭用 就是慢慢攒下来的 我就跟朋友一起 就想出这一主意 就说是她送我的 因为那个键盘呢 她肯定会不让我买 因为之前买过一鼠标 就是可能才二百多 她就跟我磨叽了好久 因为家里是本来就有键盘和鼠标的 然后她还要再买一套更好的 就为了玩游戏 我就是平常没事的时候喜欢玩游戏嘛 就想玩得舒服一点 然后我就买了键盘 我觉得没什么这种小事 我再不想再因为这种事再跟她吵 是是是 理解理解 这不就像男人说女人一样吗 你有口红还买口红 对吧 那除了这个还有 之前我们俩在一起嘛 我背一个装饰包的那种 就一点都不沉 里面可能就一个手机啊的那种 然后她就可能过来说 沉不沉也我帮你吧 我说不用不用 然后她就直接抢走了 但是现在我背一个特别大的包 但她就觉得 你也是个人 你也能背得动吧 就这种感觉 就不再像以前那么贴挤了 对对对 我觉得这又没什么 那么一个背包的事情 就拿出来尽尽计较 而且你包背不动就跟我说话 我也没说背不给你背嘛 那为什么就是说 之前你不用我跟你说 你就主动帮我背一个 那么轻的包 然后现在这么重 然后你都意识不到 你就还要我跟你说 我觉得时间久了 就大家就这么的熟悉 然后就有什么就说什么 没必要就遮遮掩掩那种 她现在就是老是以什么 时间久了为借口的那种 就感觉你不爱我了 怎么可能 我觉得她现在就是脾气越来越大 嗯 根本没有的事情就 没事话有 有事又发大 比如说 比如说上回 就是我在外园跟朋友吃饭 回家晚了 那么一小时吧 回去就跟我吵 闹得特别厉害 那天她说她要回家 跟她爸爸妈妈一起吃饭 我说那你就去吧 然后到了七八点钟的时候 我一想 那是不是已经吃完饭了 我给打几个电话问问 就什么时候回来 她就一直没有接 后来我就看朋友圈 她的那个朋友 发的那个小视频 我看 就是小视频里竟然有她 我还给点了个赞 然后我就给她打了个电话 她就这回就接了 她就感觉装作一副 就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 她就跟我说 我在外面跟朋友吃饭呢 晚一点回去 然后当时我就生气了 我说哦 我就直接给挂了 挂完之后 她大概当天晚上是 十一点 十一点回来的 然后她一直就敲门 我生气就没给她开 就敲了大概十多分钟吧 我给她开了 打开门之后呢 也没有说要给我解释 反而她就生气我给她 就是为什么开门开晚了 我跟她吵了几句 她就直接走了 我当时不想再跟她吵 因为喝酒又太晚了 就怕扰民 然后就想着下楼冷静冷静 一会儿再回来 对 她现在就是 干嘛都说冷静冷静 一直就跟我冷暴力 当天晚上 她就扭头就走了嘛 我给她打电话 她就直接就是给我拉黑了 当天就是挺冷的 我就穿一条特别薄的衣服 她看到我就什么反应都没有 她就在那儿站着 那我说那好 那你站着吧 我就扭头 就一直沿着那条马路走 她一直在后面 就是跟着我什么都不说 我就太讨厌 她这样的态度了 我就感觉 她现在对我就是很义务 她跟着我只是纯粹的 不想让别人知道 我发生什么意外了 然后责任推给她的那种感觉 就根本都不是爱我 当时就是 我是想冷静冷静 我不想继续跟她吵嘛 我想是她在那儿散步 可能一会儿就心情好了 现在皮就是越来越大 就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 有 就前几天有一回是 我俩本来心情好 要出去买菜 我换衣服在那儿等她 然后她就 看我裤子就不舒服了 她又非让我穿那个西服裤子 然后我就说不舒服 我就不穿 然后就 就这点事就非要跟我吵 那天是 她感冒了 她就是因为穿的少 所以感冒的 然后我就让她穿那条 稍微长一点的裤子 然后就感觉她 就是故意跟我交接 就是生活就 总是这样 让人很不舒服 就我明明是关心你 但是你 就我明明让你听我的话 过去你听 为什么现在你不听了 对 就是 对吧 对吧 好 理解了 还有别的吗 哎呀 你们俩这事 有 还有一个婚礼 还有了 一个朋友婚礼嘛 叫我过去 然后我想那朋友 跟她也不熟 一般婚礼就是 前一天不有一单身派对嘛 讲着就都不带女朋友 就玩得开心一点 怎么着 然后我就说我自己去吧 然后她又不同意 非要跟着 然后我们就发生那个争执 争执之后 她就 就跑到我另一个朋友那儿 让她带这去 后来她去了之后 我就一直心情不高兴 就特别不舒服 你怎么找她朋友 就带你去了呢 没有 那个朋友是主动过来的 她以为 她会带着我去 她就问我说 咱们什么时候走呀 我就跟那朋友说 我说 我不去了 她才问说 为什么呀 我说我想去 但是她不想带我去 然后那个朋友 就是心也是很大的那种嘛 她说 那你跟我一块去吧 到了之后就跟我一块吧 这朋友心可不大 可不大吗 你哥们啊 我哥们的女朋友 对 当时我就在想 人家哥们为什么 能带着女朋友 他就不能带着我 我真 是 我真是听不下去了 我就感觉我在听一个 结婚结了十几年的 一对老夫老妻 在那儿磨叽点事 这里面呢 既没有激情也没有爱 反正就是 互相看彼此就不顺眼 你们俩在异地的时候 谁会看谁多一些 就是你们怎么维持的 那个异地时候的 那段恋情 你们谁能给我讲讲啊 我可能看她多一些吧 当时是她在海南 我就坐的那个硬坐 然后去海南的 就是大概坐了 几十个小时吧 看完她之后 当时我就告诉她 我说再也不坐这个车了 但是后来 就是还是坐了 那点上学是封闭式的 然后我们就互相写信 她会经常给我寄照片 每张照片后面 她都有加一段那种 特别用心去写一段话 就让人特别感动 那时候我们都没什么钱 她去兼职赚钱 然后买车票到海南来看我 那时候就特别感动了 然后就是还经常给我买东西 买一些就生活用品啊 衣服啊之类的 她对我那时候特别用心 所以我听到现在 我有一个感觉啊 好像这段感情走到今天 跟她爹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是吧 就是你们俩 宝礼从内部已经炸开了 是这意思吧 对 所以是不是心里都在问啊 男生可能心里会这么想 就是曾经你以为我会坐几十个小时的火车 自己打工挣钱来看我 现在我买一个键盘 我都不敢跟你说实话 我得瞒着你 这到底是为什么 女生会想 以前你总是粘着我 为什么现在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 你都不愿意带我去 对 你为什么过去在你父亲 很反对我们的时候 你坚持下来了 对 现在没人反对了 你却对我表现得 形同一个末路一样 那么地冷漠 那你现在是怎么看待这段感情呢 是准备继续往下走呢 调整呢 还是想放弃呢 我现在其实也不知道 我们毕竟好这么多年嘛 那肯定是希望有个结果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每天过得都很不舒服 就我说句实话 我真觉得 她可能现在找另外一个姑娘 她可能就不是她现在这个状态 但如果她跟我的话就永远 你是觉得她在你这儿 已经没有激情或者叫热情了 是这意思吗 对 小伙子你怎么考虑啊 怎么说 我觉得我们都已经这么时间长了 然后就变成那种亲情的感觉 就很习惯嘛 大家都互相很习惯了 就不要在生活中天天发脾气啊这种 就每天过得就很不舒服这种 还想谈下去吗 其实还是很舍不得的 所以也是初恋嘛 一段感情已经摆在这儿了 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两个人从09年相识到现在已经快十年了 其实我觉得是挺有缘分的 但是我先来说说女生 你会不会是做事太极端了 比如说男孩想要穿条裤子 他就想穿这条裤子就不行 为什么穿这条裤子出去就不行 然后咱们两个就要吵一架 你觉得他舒服吗 不舒服 但是他会感冒呀 他感冒他吃点药就好了 我今天就想穿这条裤子 这只是生活当中一件非常非常小的事情 你在过度地介入他的生活 包括前面讲到的 我一听就不是一个两个人谈恋爱的状态 就刚刚像赵川老师说的 老夫老妻的状态 你在干嘛 你深度地介入他父母之间的关系 深度地掌控他的财政大权 这是什么人在做的 是老婆是媳妇在做的事 但是你都在做 而且是男人非常不喜欢的方式在做 经常啊有一些夫妻站在这儿 就跟我们说 因为刚才你们说的这件事情闹离婚 你们还没结呢 现在就因为这些矛盾 今天站在这儿了 是不是你过度地介入到他的生活当中去 我在这段感情当中 其实我没有看到男生更多的问题 我看到的是疲惫 是乏累 是你说的那三个字不舒服 两个人在一起是手牵手 每个人独立的个体 但你现在把它包裹起来 他做什么事情都要听你的 我刚刚就觉得好可怜的 他说我就想打游戏打得舒服一点 可不可怜 好可怜 但在你看来 这就是一个不可饶恕的事情 所以 虽然你们很有缘分 但是如果不做调整的话 我觉得就是 有缘无分 先给出一个结论啊 你的感觉没错 他是不爱你了 一个人如果爱你的时候 生怕给你的不够 如果不爱你的时候 就怕你要的太多 一个人爱你的时候呢 可以把你视作独一无二的珍宝 但是如果一旦不爱你的话 你哭闹是错 你沉默是错 所以你的感觉没错 但为什么不爱 从你们之前的这些感情当中来看 有几点原因可以供作你参考 你们一直都是处在异地恋当中的 当异地恋的这种模式变了之后 你们无从适应 不知道怎么样把这种异地恋的状态和模式 调整到两个人生活在了一起 因为以前大家只知道 我们在电话里面是很热恋的情侣 可是真实面对面的时候 坐下来一起吃饭的时候 你真正了解他喜欢吃什么吗 你真正了解他所有的生活习惯吗 同样男生了解女生吗 很多的事情细节 生活的细节都是不了解的 所以你们重新再在一起的时候 相当于是新的一个人在谈恋爱 但是带的是彼此旧时的模样 还有一件事我一直搞不明白 女生如你所说 你一直在帮她的妈妈 那为什么在她爸爸讨厌你的时候 妈妈没有出来帮你呢 你想过这是什么问题吗 就算是亲人 都很难去借助到一顿夫妻的感情当中 何况你那个时候还小 是个小孩子 三观还没有树立好呢 在她父母眼里 你只是一个搬弄是非的小孩 不懂事 再者 其实你们两个人 对你来说 你心里一直有一个心结是什么 就是你们两个人那段时间被迫分手 其实你对她抱的希望挺大的 你觉得她应该苦苦等你 结果没想到 人家谈女朋友啦 因为这个事情开始 你们的感情就出现裂痕了 是因为你心里不平衡了 你突然那一瞬间觉醒和明白 原来这个男生 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爱你 所以在之后的感情当中 你也开始渐渐收回了你的爱 那既然不爱了 就不要纠缠 男生也一样 既然不爱了 不要说什么亲情 你们俩又没结婚 哪来的亲情啊 所以彼此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就好了 好 祝福你们 谢谢 将近十年的感情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男女之间最幸福的状态 是默契 最心痛的状态 是背叛 但最糟糕的状态 你知道是什么吗 其实你自己已经说出来了 你刚才说那段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你说 你在前面走着 他在后面跟着 他一语不发 你很不满意他这种糟糕状态 你觉得他对自己 就像义务一样 如果一个爱人 对另外一个爱人之间 只产生了义务关系 或者只剩下义务关系 你认为那是不是 最糟糕的状态 这义务当中包含着 三种意思 第一 可能是一种习惯 第二 是一种依赖 第三 是还债 我所指的这个习惯 不是爱的习惯 而是一直以来 跟你形成的互动习惯 虽然你们经历了很漫长的 所谓的异地链 是一种乱动习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ime for a girl on time Time for a girl on time Time for a girl on time Whether you're ready or not Time for a girl on Break free of history This train is racing straight ahead No man can do like I can I'm the queen of the land Haters gonna hate Won't be starting now Shoot me down but I'll rise again I'm laying down the law and you've been served One by one billion by billion Been holding up half the sky Raise your hand if you're ready and reeling If you know it's time Time for a girl on time Time for a girl on time Sometimes we're ready or not Time for a girl on time I don't know where girls are Time for a girl on time 而不是指挥战友 好 接下来时间给你们自己 我们异地恋的时候嘛 我们两个都没有什么太多的钱 然后每天都打60分钟 80分钟的电话 感觉所有的钱都用在了打电话上 当时的感觉真的特别的好 反正已经这么久了嘛 我希望我能改变一些 然后我们就像两个新认识的人 再试一试 我觉得我要的东西也不算多吧 想要大家都有一些私人空间 然后有自己的朋友圈啊 或者自己的一些想法吧 然后就让你们给我 好 时间到 谢谢两位啊 秦辉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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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